国政领航 台湾起飞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终于公布副手 韩章佩未来可能对上蔡赖佩 但韩国瑜形容蔡赖佩是五大郎跟潘金莲 盖一条棉被 两人不能齐心 这个比喻是不当的 这个显而易见的不当 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民进场是团结的 我们内部虽然有竞争 但是我们对外是团结的 无论是韩市长或者是他的竞争团队里面的成员所讲的话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低属 应该去整合的是他党内的不合 而不是用不相当的例子来批评民进党 苏仁昌反酸不能齐心的是国民党 但对于韩章佩没有评论 究竟副手出炉对韩国瑜的民调有没有起色呢 平面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还是领先韩国瑜15%左右 而宋楚瑜加入战局就有大约8%的支持度 我们还是强调啦 素质冰冷的 我们接触到是热乎乎的民心 而且民进党最近也急了嘛 你看民进党开始发动铺天盖地的攻击 像林俊宪委员每天要拿一些 四四而非的资料 在那边胡乱栽张影射 如果说民调真的差那么大的话 民进党不需要做这些动作了 对于民调落后 蓝营乐观看待 认为民调虽然还有落差 但至少只跌了 对手惊咬的豪宅争议 未来也会公布所有的资料 不让绿营有继续操作的空间 倒数两个月要全力拉紧查局 华民新闻 侯锦宇 黄云成 台北报道